好吧 我只要四个雕像就行 那么 两尊先民一项就给我吧 我要生灭之化 这座巴龙古庙给我就行 薛眼前辈 你怎么不说话 以我现在的修为 炼花之宝是不可能了 选几个残缺到齐就行 既然分赃已经结束了 你们也该想想 怎么应付外面的盖世霸主了吧 小丫头 我告诉你 只要我出手 粘死外面那群蚂蚁就个玩似的 你看我信吗 修神良 收收你的嘴脸 别太猥琐了 蓝蓝姑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既然你炼化了魔血 可以催动此地另外三大金质啊 到时那些盖世霸主不敢硬扛 肯定会逃走的 无凡之地居然还能转移 那是自然 无凡之地可不是一般的先赴道地 秦南 你这是捡到宝了呀 可信 好了 别闹了 蓝蓝 接下来就麻烦你催动万禁止了 包在我身上 终于结束了 这是最后一只血色凶兽 徐来 你们那情况怎么样了 秦南他们抢先一步 将大殿里的魔血和质宝都抢走了 什么 各位导游 我们稍过去 灭了秦南 什么情况 什么东西竟然这么厉害 不好 这是化学大天阵 亘古天雷阵和地火阵 我们速速离开此地 该死 究竟是谁催动的法阵 秦南他们 该不会被困死在里面了吧 这座先赴道地 竟然还能移动 绝不能放过秦南 无论是魔血还是先赴道地 我们都要夺回来 接下来 秦南肯定要去找第三株天才地宝 不过 去追逐秦南之前 必须先回一趟万重仙楼 将此事禀告无求至尊 太好了 他们没追上来 接下来 诸位便安心炼化至宝吧 好 以无反之地的仙气浓度 我在这里闭关半月 恐怕就能冲击天线了 如此暴敌 作为据点正恶事 不过 还是得想办法增强这里的防御 秦南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就去至尊新国所在的地方吧 最后一步了 只要去得至尊新国 就可以让妙妙公主和江碧兰复活 什么 那地方可去不得 那地方怎么了 嗯 没什么 只是那地方靠近六合禁地 诸多危险 无妨 再危险我也要去 可是 蓝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嗯 实话告诉你 那魔血可能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 不过 不过具体原因我不能说 否则 连我也会魂飞魄散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 不过 那里有我必须要去的东西 你还是要去 良言难却该死的鬼 你要送命 就随你了 唉 这小丫头 脾气还真是火爆 秦南道友 你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交易 自然记得 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那 你现在放松心神 好 秦南 你是不是因为获得了诸仙传承 才重塑道基 不 我是靠着仙伏级天才地宝 和许多灵药才重塑道基的 啊 这脱离当真的让人放松心神 倒是有几分本事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阻止他 慢着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 秦南身上的秘密吗 秦南 你身上的诸仙气息 究竟是怎么来的 又是如何获得了今日的成就 我自幼获得了诸仙第五人战神的灵魂 后来又融入了战神的肉身 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诸仙第五人的灵魂和肉身 那即便有那天的气运 也不可能获得这个层次的传承吧 嗯 除非 秦南的身份 非同一般 秦南 除了这些 你是否还获得过其他机缘 我曾侥幸获得一枚铜镜 它帮我化解了许多危机 铜镜 什么铜镜 想知道我的来历 有个新铜镜 飞 飞 飞玉女帝 嗯 八妖 那女人很厉害吗 言句怎么怕成那样 那当然 她可是 凌王 不久之前 燕谷已死于我手 如今 你便是十恶之手了 啊 燕谷死了 燕谷不仅是十恶之手 在我被镇压的几千年里 光是灯灵九天之尊 就这么轻易被杀了 你 你们几个 既然知道了诸仙第五人的事 给你们两条路 要么立下 仙魔道士 心魔大士 和灵魂大士 绝不能透露此事 要么 我就灭了你们 弟 弟子马上三世同立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秦南 醒醒了 飞月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 不能进入弟子小仙狱吗 偶尔降临一缕神志 还是可以的 更何况 若是我再不来 你小子恐怕 什么都交代给人家了 怎么回事 袁济 是你